专业自主 政治靠边 要愿景不要小确信 公示现在的每日新闻呈现日趋批判力薄弱的一个问题 包括原先非常有战斗力的这个新闻谈话性节目有话好说 那包括相关的主持人包括相关的制作人都会因为急速被缩减 或是他的相关的这个预算经费制作成的这个经费遭冻结 到最后没有办法让这个节目呈现应该有的一个批判的力道 最后只好转而申请留职听心 那也影响了这样的一个谈话性节目的收视率 那另外就是PNN公示新闻网也面临相同的困境 事实上PNN我们知道它包括这个PayPal的新闻网 都是在很有限的资源下 事实上有非常卓越的一个新闻表现 但是在公示高层的资源分配上 事实上是面临到非常多的一个资源分配的窘境 甚至到最后被迫几乎是停摆 那么尤其在太阳化悬疑期间 公示的新闻部没有办法去回应社会大众 这个想要更多了解这个服务的议题的一个立场跟资讯 以至于措施的非常多重大新闻事件及时性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播出 以至于大部分的民众无法从公示第一手取得最好的一些资讯 那表示说我们的这个公示的这个新闻经营团队 这个部分事实上它的经营心态是非常的保守跟被动 甚至呢在影响到它在节目的一个制播上的呈现也是这样 以公示自己今年度所提出来的刚出炉的这个 它的经营的这个报告当中 我们请大家参考我们的报告的第三页 过去半年公示在节目上的表现 这个是参考公示在今年度一到五月的节目经营报告 从这个数据上我们可以很明确的看得出来 公示自己的报告当中就指出 近半年制播的戏剧节目收视率都比以前要呈现 这个收视率降低的状况 那它公布的经营报告当中 主频道今年一到五月平均的收视率是0.13 也比去年同期的表现0.15还要低 另外就是频道排名是第32名 那也低于2013年的表现 那么在市占率当中平均也只有0.97 低于2013年的1.12 所以整体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表现也是下降的 所以从这个他们自己的经营报告就很明确的看出来 第五届的公示的董事会到他的决策经营高层 事实上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具体的一个经营的愿景 以至于他都会陷入在很多揣摩上意倾听某些特定的政治立场的这些决策者 他们的意见跟想法 那变成把自己的这个新闻自主空间越来越限缩 以至于在很多的新闻节目的表现上面 与我们的一般公民的一个意见跟想法越来越远 所以他在整个收视率上的表现也一直在逐渐下降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整个报告当中也很清楚地提到 公示在过去的这半年来的一个表现上面 事实上非常的不理想 我请辞NGO观点主持人 那会这样的一个请辞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本来在这个发生这个被暂停一次这样主持的时候呢 其实我已经发现公示有非常非常多的根本问题 没有解决 第一个就是董事会没有公共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我在这件事件发生的时候 其实有到董事会去做一个 他们叫做场边对话 他因为他们觉得不方便 用董事会的形式请我去就是报告 所以就是一个场边的对话 那可是在那个对话的当中 他们在询问我的问题 哇真是吓坏我了 其中有一个董事就问我 他说你认为这个福茂是一个政治活动还是一个什么活动 然后他在问我的前提是他说因为根据制播法这个主持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 我就跟他讲说福茂是一个公民力量的展现 也许他未来会发展成政治活动 但是事实上主持人即便参加了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在预审 因为他们引运我的脸书的资料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预审 说我有特定立场 可是在这里面我也要跟大家报告一个 现在呢因为我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公事开始讨论社交媒体 到底主持人记者能不能在社交媒体就发表他的论述 我告诉各位公事有很多记者很恐惧 觉得这是一个下肢言论自由的一个开始 那当然我觉得可以好好去讨论到底要怎么样 社交媒体记者怎么自律 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变成一个下肢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 我会非常害怕 那这个我也很抱歉 怎么因为我的事情 然后搞到这个social media要被掌控 好第二件事情我很想讲的就是说 在我们看到公共电视 其实它有公共价值 它必须要去关注 不是商业电台关注的 它必须要去关注公民社会所有发生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看到所谓的 不管是for NGO或是with NGO 它这里面它必须要有那个敏感度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公事在这方面 他们对于NGO观点存在 他们是有很大的指引 甚至董事会有成员问我 我不懂为什么公事要制造一个NGO观点的节目 这就是利益团体 然后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子 他说那以后什么任何的企业界可以来要一个节目 谁也可以来要一个节目 我当场杀烟 为什么公益团体被比喻是一个私人利益团体是不是 我不懂 所以告诉各位 我辞职之后 我不晓得这个节目会怎么样转型 但是我也很担心这个节目 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完全没有办法 为我们公民社会存在的一个节目 对于政治力的介入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来思考 一个是直接的介入 譬如我们过去常发生的董事会的人事问题 还有对节目干预的疑虑 像季姐刚刚提到一些例子 那另外一个层次其实大家比较少感受到 可是其实也很严重 是公事员工他自我的政治检查 也就是他自我内容生产的去政治化 那比如其实好像越来越多人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发现在看公事新闻的时候 会发现公事新闻为了避免政治争议 越来越什么假中立表面化 比如说大家其实比较熟悉一个例子 就是太阳花学运时候 好像就抽掉林飞凡的专访 然后放高林峰的演唱会 那像类似这样的例子 公事他应该要去建立节目更动的专业标准 然后可以进行社会说服 可以让人家让社会觉得说 你是基于专业而不是基于政治 类似像这样子的 就是避免让政治影响专业的一些制度 感谢观看